我卖给他,他卖给他,他卖给他,是消费国的现象,如果生产国就没有这样了,生产国生产一个杯就十一块钱,到消费国就可以变成十块钱了。 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就发展了,发展成,supply side,demand side。 那么生产国当然是supply side,利于中国,然后demand side当然是美国了。 所以整个GDP来期是比较,中国是很弃亏的。 中国一块钱是一块钱,在美国一块钱已经变成四块钱,五块钱了。 所以弄一个GDP就把生产力的主线转化了。 所以美国生GDP代表经济就很高了。 我曾经跟美国一些财经界的人交往过,当时他们一戳戳改GDP的时候,我们就吃晚饭聊天。 那么我就开玩笑了,我说成长GDP非常容易,我出一个点子给你,马上增长百分之一百。 他们就问,你怎么要出点子? 我说全国都离婚。 哦,so what is the strategy? It's like if the whole country get into the process of divorce. 如果全国都离婚,那个GDP,那个经济的运转呢,肯定增加一倍都不止。 因为他要卖房子,买房子,律师费等等等等。 那他们想,倒是真的。那我说跟生产有什么关系? 所以当时拿诺贝尔奖金的人提出用GDP,我一句话其实已经把它打翻。 所以当时啊,就有一个美国很大的奇阔的乡人,就跟我讲了。 他说你应该拿一个Anti-Nobel Prize。 And that's why that time there is an option merchant joking with Master Tam saying that you know what? With this saying you should get the Anti-Nobel Prize instead of Nobel Prize. 好了,现在GDP都不能适应美国了。 因为美国这个消费的确增长得越来越厉害。 所以因此就用衍生工具。 这个衍生工具就叫自由主义经济。 衍生工具是什么呢? 我存一块钱在银行。 理论上这一块钱是我的。 可是现在这一块钱,银行就拿它来发行债券。 这个债券叫A了。 那么然后A再加想债券一个。 一块钱就可以再衍生一个叫B。 so with one dollar plus the bond A, then you can create another derivative product called B。 现在A and B, B A and B,one and B,one and B, 那么这现成再变成两种C and D了。 so with A and B and one and A and one and B, and then you have C and D。 那么然后你再这样组合。 and then you mix it together and form another product again。 现在我们是组织成八十种。 so from it the intermixed with like, instead of one product becomes eighty products。 那其实它是这八十块钱的基础是什么呢? 这是这一块钱。 而且这一块钱不是银行的, 它是我的。 我只是把一块钱放在银行, 它就变成八十块,我还是一块。 所以那受衍生工具一刷出的时候, 这个理论,两个经济学家拿诺贝尔奖, 都是拿这个。 so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game, actually two person who promote this won the Nobel Prize. 那么当时我就感觉到已经危机很大了。 不过美国人说,你放心, 我们有办法把它维持下去。 那结果,现在就维持不上去。 变成八十倍了, 所以就维持不上去。 结果在中国叫空手套白狼, 用广东话来讲就是打空手套。 so in Chinese speaking, this is called empty hand and get the whole wool. using empty hand and capture the whole wool. 所以现在,美国在经济生产力的信用这一部分很难维持的时候, 它就越要依靠本市的力量。 。 所以现在现在, 在美国的信用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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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信用这一部分。 所以伊朗、北朝鲜都不能做核子失业。 所以伊朗、北朝鲜都不能做核子失业。 和美国就没有核子失业。 现在美国还可以做种种军事的失业。 将来如果真的有世界大战, 恐怕不只是核子无息。 很多国家也了解这一点。 所以谁都不敢打架。 因此现在就剩上一条路了。 我们非支持美元不可。 所以中国其实现在是处于一个很难的状态。 他们晓得不想打仗就要维持美元。 那仍然现在还是技术的把资源输出去维持美元的地位。 这是为了避免打仗的方法。 这真是中国官员的思想。 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跟他一部分的官员交通过, 晓得他们的确是怎么想的。 因为中国自己晓得,我们输出美国的资源,人工。 可是拿回来的是一张纸。 这张纸还要放在美国的口袋。 因为债券不准出国,还是放在美国的银行的。 可是他们还是要适当地维持这个状态。 所以你现在看,连菲律宾都跟中国有南海主权的冲突了。 现在是几个小的国家跟中国在南海有麻烦。 那是怎么样呢? 就是美国很小的中国人不想打仗。 他仍是弄一个有打仗可能的局面。 中国就要退让。 那中国的退让就是美国美元得到维持的一个因素。 所以你们不要赏美元,马上会贬得很厉害。 不会的。 不会的。 因为美国的美元会购买快速。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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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